大家好,看一下我身后啊,是一个有着江南韵味的,非常美的园林 那么如果我说这是一个公园呢,你可能觉得不足为奇 但是如果我说这是一个八万平方米的私家园林,你会不会感到震惊呢 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山西渔寺长家庄园的靖园 这也是中国北派最大的民居园林 我们来看啊,一座古朴而雅致的大门呢,将外面和里面呢,分为了两个世界 那么走进这扇大门呢,你就仿佛是走进了世外桃源 天然成去,芳草栖栖,完全没有了山西靖商大院的沉重和压抑感 在这里呢,一步呀就是一个景观 北方园林的大气之中呢,处处流露着江南风情的婉约之美 这座靖园呢,占地是八万平方米 始建于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 而这个期间呢,也是长家外贸生意呢,最为鼎盛的时期 所以说长家人对靖园的资金投入呢,是很大的 因此呢,才会有如此雅致的园林 我现在所走的这片杏林,其实是靖园的一处景观 那么到了每年的二月,十亩的杏花呢,争相开放报春 而在古时候,二月正是各地举子呀,进京会考的时候 所以说杏花又名吉地花 长家呢,自然对这个吉利的花种,倍加偏爱 不但如此呢,长家还在这里啊,建造了杏坛 为何呢?长氏家族信奉儒学 而孔子呢,曾讲学于杏坛 所以说长家便在这杏坛之上呀,雕刻了孔盛讲学的塑像 看一下这棵树 它是有很长很长的藤蔓 就像天使的翅膀一样 拜别了信坛 我们一定要看看北墙上的这五座影币 个个都是精品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位于正中间的八卦影币 那么用中国的太极八卦图来做影币 在全国呢,也是非常罕见的 可见其意呢,是真的高深莫测 这也正是长家呀,不同于其他经商的地方 他们追寻的呢,不仅仅是富贵吉祥 而是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八卦影币的两侧 各有两面花墙影币 一共是四面 那么在上面呢,有什么图案啊 有花,还有草,鸟,虫子,树木,云,月亮 这些图案呢,也是非常的立体啊,非常精美 看这个花,非常的饱满 而且呢,在这四面影币上呢 还分别用楷书,草书,转书,历书 四种不同的书法呢,提写了四十读书乐 据说这里的影币呢,是在清代的光绪年间 长家的主人呢,不远万里从扬州带回来的 从隐蔽的这扇门出去呢 顿时就豁然开朗起来 犹如江南水乡一样的美景呢 呈现在眼前 湖山亭轩,相映成灰 那么在这美景之中啊 还藏着一座百诗园 现在呢,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百诗园可以说是靖园里边最有特色的一处景观 这里的建筑呢,虽然都不大 但是呢,精巧别致 我们来看这个品字形的 歇山卷棚圆圈圈门 大家看,两侧的花墙上面呢 有镂空的砖雕 是不是很特别 这叫双层矮空博古图 源于夏商以来啊 各朝代的青铜器 叫百诗园并不是真的有狮子 而是在园里呢,藏有上百只 大小不一 神态各异的石狮子 我们来看前面有一尊 寄红绸子的石狮子 那么他呢,非常的有人气 因为十一世的班禅活佛呢 曾清零长家庄园 为他加持过,开过光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些大大小小 微妙微笑的石狮子呢 淋淋散散的摆放在这里啊 非常多 有的呢,很凶猛 有的呢,看上去非常的小 很可爱啊 那么长家为何要建造这么一座百诗园 而且呢,在这里摆放这么多的石狮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座四狮照壁呢 就可以明白了 首先呢,来问一下大家啊 我们大家走遍中国呢 有没有见过用狮子为题材的隐蔽 是不是非常的罕见呀 那么在山西长家庄园呢 就有这么一座四狮照壁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图案 它是一只雌狮子呢 带着三只小狮子 这个呢,是有非常深刻的寓意 词诗伴幼诗呢 表示的就是子思昌盛 也就是说 长家呢,希望自己子孙满堂 人丁兴旺 另外呢,还有别的寓意就是 诗字呢,于诗 还有诗谐音 那双诗并立呢 表示的是好诗成双 另外呢,老诗子带幼诗字呢 表示的是仕途通达 而且呢,雄诗彩绣球呢 则寓意好事在后头 好,朋友们 走出了诗园 漫步在静园的林一小路上 在这里呢 丝毫不会觉得 这是山西的静商大院 完全没有了那种 传统方正的规制感 而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如沐春风 一切啊,都是那么舒心 那么惬意 也只有在鱼刺的常家庄园 才能看到别的静商大院 没有的小溪 深潭 以及和堂 走到这里呢 我们会发现 其实静园呢 就是前面各个堂的后花园 组合而成的 每一个堂都有后门 可以直接地进入静园 也可以从静园呢 直接地进入各个堂 这也是常家与众不同的生活境界 他们在那个相对闭塞的 封建社会啊 却有着着而不凡的生活理念和品味 让黑压压的宅院和大自然的融为一体 不再压抑 不再束缚 更多了一些灵动和鲜活 我们来看前面那个从树尖上面冒出来的建筑呢 据说啊就是常家的长辈们呢 一大早喜欢去的地方 今天很不巧啊 这个关架阁呢 是关闭着的 那么它呢 也是常家庄园里边最高的一处建筑 它整个采用的是明三暗五的一个格局 也就是说我们从外边看呢 是三层 其实进入到里面呢 它是一个五层的楼阁啊 它里面呢 全部用的是木结构 往日呢 如果能登上这个关架阁的话呢 我们可以眺望这个远处的村舍田园 然后它的这一半呢 会是常家庄园的整个的一个屋顶 非常的壮观啊 这座高达29米的楼阁 叫关架阁 位置啊非常的好 站在最高处呢 周围的田地 以及常家庄园的全景呢 都可以一览无遗 据说常家的长辈呢 一大早就会登上关架阁 来看看子孙的宅院 谁家的炊烟 第一个冒起 就知道哪家勤快 哪家懒惰 不仅如此呢 最主要的呢 是站在这里啊 就可以关架 一眼呢 就可以知道 今年的庄稼收成如何 好 参观完静园呢 整个常家庄园的九个堂 以及它的书院 花园 亭台楼阁呢 我们就已经参观完了 那么常家的主人呢 曾经这样来赞美自己的庄园 他们说这里呢 可居 可独 可修 可思 可赏 可游 可月 可勇 可谓是一个八可庄园 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 再清零常家庄园的话 可以来细细品味 深深的体验 谢谢 谢谢